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远方 我现在在江苏南京 为什么到这个地方来呢 第一个呢 就想这附近 看能不能找到那个吃饭的地方 没有找到很远 第二个呢 就是因为那个体育馆旁边了 信号太差了 准备上传个视频呢 已经编辑好了 上传不了 所以说我离开那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网速快很多 今天呢 也是刀朗演唱会的最后一天了 现在是下午的四点多了 七点钟开始 一会儿我再过去给大家看看 那是现场的情况 那个气氛如何 这路两旁也都用这种 临时栏杆栏上了 要不然的话人太多 这条路上也是人来人往 因为停车场在那边 目前正式上人的时候 距离七点还有 两个多小时 看那边就是体育馆了 现在那个体育馆场里面 看到那个灯光已经亮起来了 里面肯定是灯火辉煌的 但是我们进不去 因为毕竟来说 它是要需要买票的 我们都抢不到票 然后这个里面能容纳两万多人 说是亚洲第一大的体育馆 它是个馆 如果体育场的话 肯定还有比这大的 现在这里吃个饭 吃了一碗凉皮 12块钱一碗 味道还不错 费量也挺大的 又买了一个烧饼 7块钱一个 看大家都 哇 这人怎么那么多 这一户人 下雨了 下了一点小雨 但是人也很多 好厉害 好厉害 詞曲 李宗盛 沿着苍茫的高原 还记得你飞的猴鸟飞的那末年 还像风筝断了线 拉不出一起下的落叶 不再独孤独的写上之年温暖的春天 曾在偷远的雪融化之后未来的午夜 还在温宜时期间 最终到我们的终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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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不来不来 一极飞的月 直到什么时候 好存在你的伤口 就是 我都是成的 CVL.I.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